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台湾这边呢 到了跨年的时候 东北季风又会再下来 所以要关心的是天气 至于中国大陆这边更要关注的则是跨年疫情发展 因为当局预测元旦期间 每天出入境旅客会比今年成长五倍 达到了156万人次 大量的人流移动恐怕又会造成新冠疫情升温 而且流行的病毒株不断变异 接下来要面对的有可能会变成JN.1 它会成为主流病毒株 而它属于有较高免疫逃脱特性的病毒 新年元旦假期将至中国大陆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 元旦期间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156万人次 比2023元旦假期成长超过五倍 今年整个元旦假期的订单 旅游订单和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增长是三倍左右 这其中酒店订单增长是五倍左右 机票大概是两倍左右 而团队订制游的订单和去年相比 大概增长是达到了24% 根据央视报道 大陆今年解除动态清零政策 随着国际航班恢复 泰国 马来西亚等对大陆公民开放免签 以及北京当局对法 德等六国入境免签等措施 都将使元旦期间大陆全国口岸迎来出入境流量高峰 大陆疾控中心预计人员流动翻倍 新冠病毒JN.1变异株 可能逐步发展为大陆地区的流行株 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也可能上升 原旦假期将至 人员流动增多 探亲房友 旅游出行 聚会聚餐等增加 呼吸道疾病的传染风险加大 要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 大陆疾控当局表示 除了老年人 慢性病患族群 要小心疫情升温 做好防护工作 农村地区的医疗救治能力相对薄弱 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大海新闻 武贵真编译 各国都在为2024年做准备 您是否也期待着明天的跨年呢 我们今天早上的国际关键字 注点就摆在新年倒数 要带您飞到欧洲看看当地状况 有三个面相包含了相当著名的英国大笨中 今年迈向新里程碑 它的跨年终生要迈向一世纪了 另外在安全还有健康部分 也是各国都不敢轻忽的 像是法国已经大力宣导要防范酒驾 还有德国呢 有不少城市不再放烟火 希望能够减少空气污染 说到跨年 许多人喜欢看着五彩缤纷的烟火 迎接新的一年 但烟火不只会造成地面污染 还会严重影响空气品质 德国警方和环保组织都呼吁 不要在跨年夜释放烟火 较为繁忙的城市 也设立禁止烟火燃放区 除了烟火之外 跨年期间和亲朋好友团聚小卓 也是不少人的选择之一 根据统计 百分之八十三年二的法国人 会在跨年时饮酒 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 更占了交通死亡事故的百分之三十 为了严防酒驾 法国道路安全协会 已经开始大力宣导 并让民众体验酒醉后的视野 提醒酒驾相当危险 至于在英国大笨中也踏入新的里程碑 自从一百年前英国BBC向全国转播 伦敦大笨中的新年终身后 就从此成为英国人跨年的必备桥段 虽然大笨中在2017年开始经历了五年的整修 但在2022年回复运作 今年大笨中也会持续扮演重要角色 以终身拉开英国新一年的序幕 大爱新闻 廖宛宇编译 其他消息还要看到国际情势 两个战场伊哈还有吴俄 都依然是炮火猛烈 我们现在看到是俄罗斯还有乌克兰 两方再次升温 乌克兰飞弹击中了俄军大型船舰 而俄罗斯也出动无人机发射飞弹 攻击了首都基辅等多处重要城市 大规模的空袭造成12个人死亡 超过70人受伤 位于首都基辅市的战地记者表示 凌晨听到好几声强烈爆炸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 俄罗斯行一波大规模空袭 几乎动用了俄军所有类型武器 乌克兰军方提到 俄罗斯朝乌克兰发射了158颗飞弹 还有无人机 其中114个目标被摧毁 再看到以哈战争也让红海商运的危机升级 因为叶门的反抗组织青年运动 在过去几个星期武装攻击红海还有阿拉伯海 与以色列有联系的商船 借此要求以色列停火 根据以色列媒体最新报道 青年运动已经对海上商船 发动过22次的攻击 为了避免被攻击 多家船公司都改变了路线 或是暂停通过这个地方 美国上星期宣布成立一支 由10个国家组成的海军特遣部队 来保护穿越红海的船只 不过也有最新消息指出 欧洲部分的国家是试图要保持距离 担心加入这个护航联盟 就代表着支持以色列 现在回到国内来看我们的 关渡人文艺术周 今天要进入第二天了 不过在这之前 先来回顾昨天晚上星光翼翼 率先登场的主题 美声嘉年华 请来了乐团跟艺术家 进行表演接力赛 那其中有一团是由 五位成员组成的声纳人声乐团 他们以男女高音互相补位 将流行音乐重新诠释 逼真口气张口就来 简直是行走的人体乐器 这是近年乐团崛起的 新声带声纳人声乐团 这是基础的三个鼓位 应该说可以对自己身带的肌肉控制 比较细腻的感觉 会比较比别人多一点点 三种鼓音说是雕虫扫技 实力可接一般 五个男女组队 从选秀节目展露头角 这一次受邀在关渡人文艺术周 用阿卡贝拉的天使人声 诠释当代流行音乐 我们的曲风从流行 然后一直到比较经典的古典 然后一直到各式各样 就是比较电音的 活泼的歌曲 我们也都可以做 一边表演一边下台 号召同欢 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关渡人文艺术周美生 嘉年华正式登场 创作女生吴文芳 用性格深陷 主打一个复古情怀 活动下半场是号称进化 疗愈戏乐团首页人演唱大爱剧场主题曲 我睡不着 经过一月洗涂紧接着活动进入倒数高潮 我们拿牌 杨世豪 大欢艺术家杨世豪席今登场第二次参加艺术周一改过去风格 表演更加沉浸内敛 原型大欢在他手中像被赋予了生命自由滚动 人缓互动又如照镜子 从镜像的一端能窥见表演者的心灵世界 阿嬷离开的时候 其实有念了那本金书 然后会想给他 然后其实对那本金书就有一个感觉是 如果把它读完 然后好好的咬文绝字 好好的把它转换到大海上面的话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 会让人家很感动 其实他去年又来 我觉得他又感觉又不一样了 在地民众热烈点赞 也好在天宫作美 天气晴朗无云 最终在歌手王博森与小志工的温馨合唱中 为这个难忘的夜晚画下句点 白新闻 王一千 万家红 台北报道 在马来西亚 有部分民众是没有国籍的 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因为没有身份 而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慈激志工在东马一座村 成立了慈激学习中心 希望他们能不碍于身份 来接受基础教育 刘丽德用英语讲故事 这些孩子是在沙巴亚壁 慈激学习中心就学的 无国籍学童 他们从原本的不识字 到满怀信心地站在台上 完整地呈现一个故事 是一步一脚印累积出来的成果 在马来西亚的无国籍小孩 是法律的透明人 当其他孩子能够享有医疗 就学等基本保障时 他们不能享有同等权利 慈激学习中心的成立 让无国籍儿童能够接受基础教育 孩子们也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努力考获好成绩 这一天也要还送陪伴了 七个月的拉伊尔老师 临别一一 大家都万分不舍 孩子们泪如雨下 老师的用心教学与陪伴 成了孩子努力学习的正能量 上学也不再是他们遥不可及的梦 待爱新闻吴永贵 马来西亚报道 坚持不放弃 总是能看见甜美果实 高雄的新田国小体操队 全队是四位小女生 在全国体操锦标赛中 抱回了一金一桶 这样的好成绩是 他们在过程练习的时候 手脚破皮 长茧 四肢瘀青 撞伤 都还是咬紧牙根 忍痛继续练 加油 加油 真好 真好 这是高雄市新田国小体操队 在地板运动上的竞技画面 为了抱回奖牌 每位选手使出浑身解数 奋力一搏 体操小将 在今年的高雄市国小竞技体操赛 以及全国竞技体操锦标赛中 表现亮眼 选手在高雄市的体操锦标赛中 夺得了四金一银 而全国锦标赛中 再抱回了一金一桶 体操队真的不简单 因为他们才刚在2022年 重新成立 玩下去 玩下去 脚筋 闭嘴 好 成军比人晚 为了参赛夺牌 每位选手咬紧牙根苦练 体操小将的四肢 伤痕累累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进来 然后也不敢靠近他们 然后就是选择不要看 鼓励他们这样子 忍着 哭着练 很心痛啊 受伤的时候 就是要眼光就要吵旁边 而选手的奋斗不屑 也让人竖起大拇指 如果可以得奖的时候 就感觉很开心 他们有一个体操梦 然后每次来看他们练习 都这么的辛苦 可是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非常坚毅的精神 而且非常的勇敢 背后的汗水 泪水往肚里吞 女将展现了过人的忍功 期待有朝一日 扬名国际 大安新闻 翁崇文 陈立伟 高雄报导 也是校园暖心故事 花莲新城国小 有一位校工周志毅 本身患有小儿麻痹 坐在轮椅上 不过他还是尽责地 守护了学童32年 感恩他的付出 校方是准备一条 珍藏的金项链 为他的退休 献上祝福 把金项链亲手送给 自身员工周志毅 这是新城国小校长 和教职员 共同集资的退休赫礼 服务了32年 等于是一辈子都嫁给 这个学校的概念 每一天没看到他 就怪怪的这样 虽然行动不便 周志毅每天第一个开校门 最后一个离开 拜拜 小朋友拜拜 他对我们会说 我们要小心 安全 都会在学校里头 看着我们放学 我就很担心 不想让他离开 开着电动车 穿梭校园 关点灯 关窗户 守护时身安全 又任了校长 每人校长都对我很好 很体贴 很尊重我 不会说我是一个产障人士 他会说瞧不起我 一一上台跟周叔叔说谢谢 道珍重 小朋友会制卡片 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一轻质力重 这个是我们新城国小 全校老师员工的心意 最后一天上工 虽然舍不得 周志毅说退休后 仍将担任志工 协助看护小朋友 健康长大 大爱新闻 唐南军黄瑞娟 邓明仪 田志中 花莲报道 环保不浪费资源的观念 从小扎根 生活中最常进的塑胶 种类很多 但其实也不好回收 所以这一次高雄 同志毅志工是带着亲子般的孩子 直接前往环保站 来了解根本解决之道 做什么好疗愈 原来是全新的玩具包装 全都要废弃 还有一次性的衣服包装袋 小心剪掉字机也回收 这两个大家怎么办 要拆解吧 可以洗吗 感觉自己不要制造很多垃圾 能够重复利用就重复利用 可回收就当垃圾了 真的是还蛮浪费的 蛮污染的 回去会好好教原来的 这一次上课我才知道 原来PE的价值是最好 还有什么PE等等 原来经济价值不同 玩的带子 这都有回修啊 塑胶废弃品堆成山 高雄静思堂环保站回收要注意 这头片 1号的PEP 3号是这个 玩具是工具 这外包装盆 6号品杆之类的内包装 半壳都不回收 塑胶可能没做 但是回收益者不收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它不能回收的话 散装蛋就蛋壳重复使用 虫山环保站 他们是有把它做回收 可是这边的话 归类不能回收 有些业者确实会针对价格 或者是一些后续的去向 去挑选 可是其实就我们清洁队来说 只要是环保署公告的 因回收 废塑胶容器 我们都还是会收 完全不能回收 像刷子 雨衣或雨鞋 保鲜膜 原子笔 牙刷 安全帽 这会回到一般垃圾去 粉烧掉 末端的再利用 去向不明 使得每个环保站 规定不同 源头减量 妥善分类 才能提升再生价值 大新闻 吴义轩王昭忠 陈亚平 蔡明峰 高雄报道 北部多云 气温17到23度 降雨几率20% 中部地区 气温17到25度 降雨几率20%到30% 南部气温18到28度 降雨几率20% 东半部气温17到26度 降雨几率20%到30% 离岛气温12到20度 降雨几率30%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 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孩子看世界 我是林一婷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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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